大家好 夏季是兰花生长快速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在春季它的新芽长起来之后 到了夏季就属于生长的时间段了 那么在这时间段里面呢 要给兰花做好两个沙 两个沙做好了 这盆兰花呢在夏季的时候更加健康更加安全 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第一个沙就是给盆土来一次杀菌消毒 也就是给盆土做一次消沙工作 如何给盆土做消沙工作呢 那么就需要用到这个二梅林了 二梅林呢是一个盆土的杀菌剂 我们把它和清水对稀释之后 给这个兰花浇灌就可以了 能够杀灭这个盆土里面多余的有害菌 我们把它和清水对稀释之后 直接给它浇灌到这个花盆里面 这是第一个沙 也就是盆土杀菌消毒 工作一定要给它做的到位 第二个沙就是给盆土做一次杀虫工作 现在的兰花盆土里面的虫碗呢是比较多的 我们在现在给它做好这个沙虫工作 那么这些虫碗呢就不会孵化出来 再去啃扰这个兰花的根系和它的炉头了 给它做沙虫就给它使用这个孵虫胺就可以了 它的药效比较强 我们直接把它取出来撒到这个花盆里面就行了 它的药效呢能够长达45天之久 它是一个触杀型的药剂 而且也具有渗透型 我们把它撒到花盆里面随着浇水 就能够渗透到花盆里面去了 里面的虫卵就能够被一一的杀灭 夏季养兰花呢就给它做好这两个沙 那么它生长呢就会更加健康一些 不会出现什么太严重的状况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